新一家航空公司 从机组人员的飞行技术 到地勤人员的专业维修 都是攸关人命的大事 每一个环节都要细心 都要靠人才 不过当亚太地区的天空 越来越热闹 航线越来越密集 台湾的航空人才 也不断遭到挖角 这样的缺口要如何补救 独立特派员接下来 还会有更深入的追踪报道 而连续两天的电视新闻 都出现令人心情沉重的 联合攻击场面 昨天是复兴航空 今天是为上个月 桃源新屋火灾 不幸殉职的六位消防队员 有一群手里拿着白蜡烛的 打火弟兄 特地在攻击前到内政部 要求政府寄取 牺牲了六条年轻生命的教训 尽快改善各地消防员 恶劣的工作条件 其实在几个月前的高雄气暴 导致七位消防人员殉职之后 独立特派员就曾经深入报导 这些打火弟兄的处境 以及他们面对的种种问题 但令人心痛的是 相隔不到五个月 殉职名单又多了好几个名字 各位长官我不知道你们 走完这六间有什么感觉 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他们每一个殉职同能的名单 但是我要跟你讲 他是我同学 他是我同班同学 104年1月20日凌晨 桃源新屋地区一处铁皮屋 发生大火 大火中六位消防员 没能撤出火场 应供殉职 在消防界 许多人将这场大火 称为119迅难事件 殉职的六位消防员中 有两位是俞宗翰的同学 景专里面 因为大家就是 就真的就感觉是像兄弟一样 对啊 因为每天都相处在一起 对啊 他其实就是 他每次拍照都是那种名嘴 然后笑得很那个 陈凤翔26岁 是新屋大火殉职的 六名消防员之一 于宗翰还记得 陈凤翰拍照时的 招牌手势与表情 这个也是他 回忆逝者的点滴 于宗翰温和腼腆的表情 很难与他在同学临堂前 拦下官员的暴冲形象 连接在一起 长大之后就 几乎就是没有在哭 对 有些好几次在前面 有没有看到吗 我就忍不住了 殉职的学长 他会用生命警惕着我们 这份兄弟情谊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还有更多 都已经被上面的高层所遗忘 但我们从来不曾遗忘 我们以后也绝对不会忘记 这比赛我们绝对要逃回来 哽咽地念着一个个殉职名单 时隔不到五个月 于宗翰从没想过 这么快 他就要再念一次殉职弟兄的名字 我真的非常扯 一年比一年多 念着殉职名单 这一天于宗翰身上 还是那件穿了五年没有太患 反光条已经严重脱落的消防衣 而这一次他念的名单更长 其中还有他同班同学的名字 以及我们桃园殉职的先列们 蔡长荣 曾从仁 陈凤翔 陈彦铭 谢君杰 张桂章 其实我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到现在我都一直想说 拜托这个消息可不可以不是真的 再怎么不愿意相信 走过六间灵堂的路却很真实 曾从仁 上个下 凤翔 同学 有给你看你 感谢他们感恩 然后保佑他身体健康 出入平安 工作顺利 我昨天我又再念一次 而且竟然越来越多 还有自己的同学对不对 心很痛对不对 对 在殡仪馆前面这边 我就看到说 这条路竟然有六间殡仪馆 就是那种感觉是 就是你那条路 就是我从那时候走进来 我就觉得那条路真的很漫长 照片上陈凤翔的灵堂在第六间 这是于宗翰不到三十岁的人生中 最长的一条长巷 就明明前几个小时前 还在讨论说 你要买哪边好吃的东西啊 什么的 我们真的希望 我们不要再有 下一次的人员训练 不要了 对 是让他们 这牺牲变得最有价值 是 是 没关系 我相信一定可以 好不好 好 我们一起加油 好不好 好 你也要好好保护自己 照顾自己 好吗 身体最重要 好吗 我相信奉翔 他一定就是希望 你们这些弟兄 大家都是平平安安的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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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空还是可以到山上来找我 离开一位母亲的怀抱 还有另一位母亲等着于宗翰 这天下午是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的会员大会 于宗翰的母亲和弟弟也来参加 透过一个就是我们彼此面对面的方式 然后就是让家属也能够了解 我的小孩子今天在职场上 原来我有这么多的问题 对 那让他们了解之后 他们才会去思考说 那我这个小孩子如果还要继续做这份工作的话 我应该要提供他什么帮助 那或者是说我应该要怎么样子去支持他 协会的会员大会颇有家庭日的感觉 有许多家属参与 彼此聊着身为消防员家属的各种思维 我接下来我就是传来跟我儿子说 你要不要考虑转业 没有 因为我想说 每个消防员的家属 性际应该是跟我一样 因为我们现在政府可能无能 然后就是有很多东西都是跟其他国家 其实大陆他们的配备都比我们好 所以这个 比起说让他每天在危险的环境当中 不无情的就是要我儿子说转业 做什么都好 我觉得赚的少也可以 总比你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会比较好 后来呢 他没有理我 所以没有理妈妈 妈妈就来立体 得知新乎大火消息 于宗翰的母亲 第一个反应就是再次要求儿子转行 担忧似乎已经成了消防员家属共同的感受 这一个礼拜吧 从礼拜二事件到现在 会觉得很害怕 会很恐惧 然后我觉得身为消防员的眷属 不只是太太 我觉得是父母 都会很害怕 带着微笑张亚军是一位子神消防员 他和太太陈雅馨有一个一岁多的女儿 提起消防员的工作 陈雅馨最无法忍受 先生的工作风险是来自制度本身 不管什么灾难 永远都是陪他们去 就算不是他们的职责 他装备很不足 然后他自己自在买了面罩 那时候我就说 为什么你要花一万多块买面罩 为什么你的工作的装备 不是我们政府给你的 他说我的面罩 我的消防衣 我的消防帽 我都用八年了 陈雅馨说 一直到结婚后 他才真正认识 消防员的工作风险是什么 而近两年 消防员殉职的速度 也成为他心头的一根刺 会觉得他这次回家 下次会不会再回来 真的会这样想 陈雅馨认证不掉落的泪水 是消防员家属的担忧与疑问 这边还有同学说 十年后的同学会一个都不能少 翻看毕业纪念册 一个都不能少的留言 已经无法实现 陈凤翔只能留在同学的回忆里面 他是我们办一个榜样 因为他是我们办第一个结婚 然后也生小孩 就是我们都会觉得说 这样就是一个 而且常常看他会 就是有些照片是他跟他老婆 然后小孩子 就是那种天伦之乐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们都会觉得 就是有点朝他那种迈进这样 对于宗翰来说 陈凤翔并不只是殉职名单上的一个名字 他们有过共同的梦想 大家的初衷都是想说 可以去真的去救人 对就是都希望说可以为这个社会 就是可以做一份努力 然后救人是一种 并成是我们消防员的天子 但是下单位之后就 就觉得好像不是这么单纯 陈凤翔的殉职 为曾经的梦想下了另一种注解 也考验着于宗翰继续当消防员的决心 我妈妈我家人我女朋友 他们都是觉得说就是叫我不要做这行 所以其实就是可以平安在一起是最重要 不管赚的钱多钱少 对但是但是我又很喜欢这一份工作 然后甚至我女朋友她说 你如果不辞职我就不嫁你 火劫带走的不只是殉职者的生命 还有消防员及其家属们的希望与勇气 动手抢麦克风 郑雅琳失去平常的冷静 喂 您再让我讲一下嘛 那我回答我们的问题 好 OK OK 这一天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 再次来到内政部 距离上次陈勤已经将近五个月 然而消防署的回应几乎一成不变 双方的对谈似乎不在同一个平台 而消防署最后的回应更激起消防员的愤怒 我们会这一个尽快来做处理 好不好 消防署 中央面对消防员 转身离开中央主管机关 最后还是没给消防员一个期待的答案 中央面对消防署 消防署 中央面对消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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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其实是我们9月1号的那个时候 就是应该是8月18号 在内政部前面写的布条 然后所以就是它后面其实 就是还有那个9月1号工记的字样 然后因为我们昨天太赶了 所以我们就先用这条 那我們其實也覺得蠻荒謬的啦 就是你看去年九月寫的布條 到現在用就還是那麼的合適 還有一些些布條大概是 也是我們一直以來的訴求啦 一直以來遇到的事情 那這個就是我們九一的時候用到的 這條是殉職是人禍 然後政府是幫兇 其實你可以發現我們每一條布條 好像都可以繼續用很久的感覺 攤開布條和手舉牌 鄭耀玲嘲諷的說 消防員每一次的抗爭陳情 幾乎不用做新的道具 只需要更新更長的殉職名單 像我們的背心是有兩種顏色 為什麼做兩種 本來我們都覺得說 就是消防員的象徵 其實應該是紅色嘛 因為大家是救火的 那我們就想說做紅色的背心 可是那時候就考量到說 如果做紅色的背心去參加 同事的殉職的那個典禮 是不是不適合 所以我們就也做了藍色的 就是沒想到我們穿這個的機會 比我們穿紅色的機會還多 念文科的鄭耀玲從來沒想過 她會一畢業就參與社會運動 更沒想過有一天她要帶著消防員上街頭 她如果知道那麼血淋淋 可能不一定會搞 其實沒有想過 就是要遇到的事情是這麼沉重的 對 我可能以為就是爭取勞動條件 然後補足人力裝備 然後協商 本來以為就是比較類似這種東西 採訪過程中 鄭耀玲常常哽咽嘆 其實我們會感到很絕望的是 這個政府好像沒有打算要解決問題 他只是想要試圖去安撫 然後提出一些很表面的一些做法而已 我們很害怕那位消防員的傷亡 馬上就被忘記 所以我們才這幾天不斷地想說 我們還可以多做什麼 是可以挽回一些些大家健忘的那個 健忘的速度 整理完道具 鄭耀玲又忍不住嘆氣 不知道耶 就 也就只能這樣 就躺下去 躺下去 好 一樣包起來喔 距離行物活僅兩個禮拜 消防員動員其他社運團體 到立法院及內政部所在的馬路邊 這天是個飄雨的濕冷天 我們不斷地陳情 我們換來的是什麼 我們的兄弟還是不斷地殉職在火場裡面 消防員圈裡面流傳一句話 是今天公祭明天旺季 我們真的很害怕說 這次的殉職事件又跟之前每一次一樣 一開始的時候 各個長官都會很勤勞地上香 然後來表達慰問 可是公祭完之後呢 就不聞不問 人力要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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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備要改善 裝備要改善 救災要尊責 救災要尊責 政府別打壓 政府別打壓 奮力吶喊著去年就提出過的訴求 新屋火警殉職的六位消防員 公祭還未舉行 然而這一天已經沒有民意代表 或行政官員到場 媒體數量也甚為稀少 相較周遭激情的口號 相較周遭激情的口號 象征這兩年來 殉職19位消防員的消防帽 激進的擺在人體牌子中央 只為挽留社會關注的眼光 看到這樣的畫面 誰能夠不感到心酸呢 消防隊員的任務 是保護民眾的身家性命安全 但他們如果沒有合適的裝備 連自己都保不了 這不只是消防人員的危機 而是我們每個人都必須要正視的問題 稍待一會兒我們馬上回來 我們馬上回來